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題目 它說呢 甲正方體的這個邊長是兩公分 這個是甲正方體 然後呢 乙正方體呢 它的邊長是八公分 那它現在問你的重點是 乙正方體的體積 是甲的幾倍 以前看這個幾倍的問題 我們不是就是怎麼樣 把兩數相除嗎 所以呢 基本上應該就是什麼 八除以二 所以就是四倍嘛 對不對 真的嗎 如果你這樣子直接計算的話 就危險了 因為這個是邊長耶 這不是體積耶 它問的是體積是幾倍耶 所以呢 比較正確的算法是什麼 把體積是多少算出來嘛 你看哦 甲的體積是多少 我們算一下 甲的體積呢 我們知道正方體的體積 就是邊長乘邊長乘與邊長 所以就是二乘以二乘以二 那算出來呢 就是四乘以二 然後呢 最後是等於八 記得後面是什麼 立方公分 對不對 這是立方公分 好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乙的體積是多少呢 乙的體積 也是一樣 邊長乘以邊長乘以邊長 所以乙的體積是 八乘以八 乘以八 哇 這個就不好算了耶 這個接下來呢 是等於什麼 六十四 八八六十四嘛 再乘以八 那 哇 這個就討厭了 接下來你就要計算一下囉 六十四乘以八 那 如果你就是用直式把它展開的話 你算出來也是一樣啦 就是五百一十二的立方公分 那最後呢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乙是甲的體積的幾倍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把五一二拿來除以八 所以五一二拿來除以八的結果 就是八 什麼 這邊是八六 四十八 然後這邊剩三十二 那八四三十二 所以 你的答案就是這個 就是六十四倍 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其實你把數字已經算得很大了 而且還蠻容易出錯的 雖然 這個確實是答案 有沒有比較好的算法呢 其實是有的喔 你看看 如果今天我直接告訴你 也是一樣 我們就是甲正方體的體積呢 是什麼 二乘以二乘以二 也就是多少 是八立方公分 但是我不把它展開 我就寫 二乘以二乘以二 那當然呢 這個後面其實要小小的標註一下 是立方公分 只是我沒有把 四子把它乘開 然後接下來呢 以正方體的體積是八乘以八乘以八 也是什麼 立方公分 然後呢 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要說的事情是 以正方體的體積是甲的幾倍的時候 以是甲的幾倍 就是把以的體積拿來除以甲的體積 OK 所以兩者相除的結果就是這個數字 八乘以八乘以八這個數字 去除以二乘以二乘以這個數字 那除以其實可以用什麼東西來表達 可以用分數 有沒有注意到 可以用分數的方式來表達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接下來就發現了 大絕招 大絕招是什麼 就是上下這裡可以約分嘛 你就發現 欸 約一約就變成是三個四了 所以就變成四乘以四乘以四 啊四乘以四乘以四是什麼 是十六乘以四 十六乘以四 最后得出來的 就是六十四 所以呢 它的體積是六十四倍 乙的體積是假的體積的六十四倍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個答案跟這個一樣 當然這裡呢 是兩種不同的算法 這個呢 我們就稱之為解法一 解法一 你可以這樣算 這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呢 如果你不想要把數字算得太大 你也可以用呢 解法二 OK 那就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囉